作者,蒋武棠今天看到一个意外的事实,日本首相安倍拒绝黄岛市长的请求,说不会加入禁止核武器条约,理由是废除核武器前进渺茫, 作为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架过的国家,竟然还没有加入禁止核武器条约,连做一个姿态都不愿意。 这说明,日本主流领导圈子,还是希望日本发展核武器,他如有位资深记者朋友,他采访过一些日本保守派领袖,都说要有核武,并且有信心制药政策一决一很快就能研制出核武器。 所以,红裤叉们不要整天说什么平成废宅了,白裤叉们,也不要说什么,日本文明有理了,股子里有些东西是不会改变的,我们还是要保持警惕。 问,今日网上有观点,对日本最新大区RGBB评价很高,请问蒋武汤怎么看? 反正吹牛又不上水,使劲吹呆,RGBB实际上还是基于老的宙斯顿体系,用的雷达还是无源效控阵SPY一系列,比之前的爱道就是软件又升级。 RGBB现在已经被网络上一群人吹成了伯克三级别,甚至超越伯克三的神剑了。 这我能有啥办法?日吹无处不在,不管什么东西都能给你吹的灵魂出窍。 下一代大型区逐渐需要的东西,大部分其实RGBB计都没有。 美国爸爸现在都长相做AESA了,那还舔着脸说SPY一好,也得够脸皮厚了。 图,IGBB改进示意图,硬件方面变化不大,如20毫米机泡,导弹吹发,板件导弹发射价,电子系统尤其是CC系统作战能力才是主要的。 图,宙斯顿系统升级图,板导式器升级的重点工作。 图,真正代表驱逐渐技术发展方向,那还是美国DDG-1000,它的圈电推荐,隐身设计,综合摄平,电磁炮三号件都是很好的,也是四代驱逐渐的必须。 图中是博客的二号发电燃机,RGBB将爱当即采用的全燃联合动力,COGLAG,改为燃电复合动力,COGLAG。 也在高速状态下,使用燃气轮机作为主动力,低速状态将燃气轮机转为发电机,委屈动电机供电。 这和美国博客的改进一样,主要考虑省油,吹27DD还不如吹日本那一系列DD。 用的技术倒是比较先进,不过日本本身缺乏大系统整合能力,所以DDG级别,还是只能继续舔着脸用宙斯盾。 哪怕DD上面安装了号称是世界上,最早拥有原相控阵雷达的也不行。 图,第三代修院集用了8面有原相控阵。 FCS-3A相控阵雷达,2012年服役,其实比052C满得多了,很多人拿27DDG跟055比,就怎么比? 首先多位上,055就要比27DDG大一号,不仅有双波段有原相控阵雷达,全界所有电子天线都是平板化的。 850毫米宽度的锤霸,这是以后装备高加速反导蓝鞋弹的必要条件。 RGDDG不要想,以后还要改装电磁炮。 可,以这么说,除了动力,仍是燃电复合,055与DDG100差距就是隐身化。 借用战机的分弹,055是三代吧,使用了许多次代技术,而RGDDG还是标准的第三代驱逐舰。 它只是建造时间呆了而已。 Zither Harp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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